常安福特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有的教导 常安福特 你脸上又天心上疤了 他不回答 对柜里说 我两万九 便排除九人大前 他们又故意的高深掌道 你家底盘又到什么东西了 常安福特睁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无人清白 清白 什么清白 那天我刚看见一台福特一虎断了轴 轮胎外八字趴在路边 而且你们销量上也被突关吊打 常安福特便长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迢迢站出 争辩道 断轴不能算断 断轴 工程师的事能叫断吗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 一定是那个车主撞到了什么东西才断的 不然底盘怎么可能凭空断掉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唐主聊车 这是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二车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主 今天开门见山给大家带来一款福特的一虎 这个车的命运那是相当的坎坷 曾经它是个王者 后来它变成了青铜 13年上市的时候到现在18年 它在刚上市那会儿的时候 它的外号叫做图观终结者 当时曾经一度加价两万 福特的销售在卖它的时候 场景是这样的 大哥我特喜欢这一活 咱们这车现成优惠多少钱 优惠 对不起先生 来我们长安福特 您不用问这个车子优惠到底有多少钱 您应该先问这个车有没有限车 那咱们这有限车吗 抱歉的通知您没有 那我加钱能提限车吗 加钱的话 那就看您是加多少钱了 我加一万 加一万的话等三月吧 我加两万 加两万的话 大概就一个月就够了 如果快的话 半个月也行 我加三万 加三万 那现在就可以提限车 这台就可以提走 后来一虎出了那么一小丢丢事情之后 加到中落了 变成破落户了 福特的那些销售们 态度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他们后来在卖一虎的时候 场景是这样的 大哥 优惠三万 现车充足 我们老板说了 只要你能定 价格还能商量 我回家来考虑考虑 定了吧 别考虑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款号称图观终结者的 这个加价神车 一度落魄到 无人问津的地步呢 究竟是道德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接下来我给大家 一一的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缺点也就是福特一虎身上广为诟病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断轴的风险 以前福特的外号叫什么 叫做静无止静 但是现在福特旗下车呢 有一个外号叫做断无止静 福特这些国产化的车里边呢 我印象当中好像就几乎没有一台车 没有跟断轴脱离开关系的 你比如说锐记 比如说一虎 甚至福克斯都曾经有流传过这个断轴的事件出来 这个呢也对福特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也对福特旗下的二手车的行情和保值率 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当然了我们话又说回来 其实就算没有断轴的事件 福特二手车的行情也不咋地 关于福特一虎断轴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网上的说法众说纷纭 但其他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羊角 它的材质的强度不够 因为这个一虎它国产了之后 它用了国产的这个铸铁键 所以导致它的强度不太够 进口的一虎呢是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个断轴的事件 而国产之后的一虎呢 它的羊角用了国产的这个铸铁键之后 虽然它的重量比进口键还要重了195克 但是它的强度呢还远远不及进口键 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有些东西啊 它并不是越大越粗就越好 关键是得够硬 关键是得够硬 这才是硬道理 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底盘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的下摆臂 在我印象当中 我见过的几乎所有的车型 下摆臂的结构 几乎都是这个整体式的 但是这个一虎呢 它的下摆臂是分体式的 两边的这个结构 这边这个结构呢 它是连接着那边的羊角 然后这边这个结构呢 它是连接着整个这个副车架 它呢 它们两者之间居然是分开的 然后通过三颗锚钉相连接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然后我还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羊角 它的羊角和下摆臂连接的那个罗栓那个接口那个附近 它的罗帽 那个位置非常的薄 其实网传的很多福特一虎断轴的那个原因呢 其实就出在这个地方 当然了 我们话说回了 真的不是每台一虎都一定会断轴 但是因为有了那些断轴的一虎的存在 所以给广大的消费者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恐慌 这才是造成一虎的行情和销量急剧下降的真正的根本原因 刚才我们被称管赶走了 现在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说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心理恐慌所带来的这个负面作用 就像你打仗的时候 碰上地雷一样 其实地雷能真正炸死的士兵 没几个 但是它真正发挥作用的 是对剩下那些生还的那些士兵 造成大面积的心理恐慌 拖慢他们的行军速度 这才是地雷真正发挥的作用 延伸到这个汽车上面 就比如说这个一虎 比如说它其实真正遭遇断轴的人 其实真的没几个 但是如果厂家不重视这个事 不去彻底的解决掉这个问题 那么它会让所有持币代购的那些观望者 感到犹豫 进而去选择别的竞品车型 针对断轴的事情呢 福特的公关部门也相当的机智 他们后续有什么措施 这个我没有详细调查 但是在福特断轴刚出来这个事的时候 福特的公关部门立刻就惊慌失措了 但是他们还好反应够快 在经过深入的调查和取证之后 福特的公关部门终于发现了断轴的真相 就是一旦有客户的车无缘无故断轴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会封锁现场 然后对外公布说车主肯定是撞了什么东西 才导致它断轴的 这个答案呢 非常的简单明了 而且一针见血 最重要的是利于推广 全国所有的福特4S店 哪怕是个扫地端茶送水的 都可以直接把这个答案直接复制粘贴 只要有客户的车断轴了 然后找上他们 他们就一律以相同的说辞和话术去应对客户 这个话术那是相当的极致 在此我必须把掌声热烈地送给福特的公关人员 在小事情上面体现出了大智慧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一虎的座椅 这个座椅啊 你已经不能用硬来形容了 就是它的填充物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如果说日产的座椅是沙发的话 那么一虎的座椅呢 就是沙包 如果你想练拳击 你就买一台一虎 整天对着你的座椅垂就行了 这个座椅的硬度 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坐过的一种三轮车 那个后座就是一个小板凳 完全没有任何填充物 然后随着走烂路的时候 车轮的上下跳动 你的整个的这个屁股 所以说一虎这个车呢 它相对比较适合哪种人群 比较适合屁股肉比较多的那种人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一虎的电子系统容易出问题 具体是哪容易出问题呢 我们这台车 就是这个音乐系统容易出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点完火了 但是一会儿 它的音乐就会自动的跳出来 而且你没法给它关闭 你看我现在啊 给它把这个音量键往小了按 它整个音乐系统完全没反应 然后我把它整个音乐静音 把它这个翻盘上面的这个按键 也是完全没有作用 然后最关键的是 你也找不到它这个歌 究竟是从哪来的 你怎么关闭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这个车你即使把钥匙拔下来了 你如果没有开门的话 它的音乐会一直放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做个示范 钥匙我已经拔下来了 但是它的音乐还是一直在响 它完全没有任何中断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这个点烟器啊 即使你把火熄了 把门关了 把车锁了 如果你的点烟器上面插了一个这个快充的话 它是会持续的放电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一虎开到外地去 你的这个快充没有拔下来 那么你第二天早上在起床想开车的时候 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车打不着火了 因为它的电已经在无形当中被放完了 另外这车还有一个问题 这两天我天天开着它 我发现只要你把它的空调一打开 你不管把它的这个模式调到哪个位置 比如说吹头 吹脚 吹玻璃 对吧 它的脚底下都会有一股剧烈的冷风 你只要开满一个小时 你的脚脖子就直接就跟冻僵了一样 所以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车会变成这个 有了自带背景音乐效果的加持呢 所以让这台一虎成为了我从业这么久以来 第一台没法进行试驾解说的车 但是活着能让你有憋死吗 如果你非要进行试驾解说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的声音呢 得提高至少20分贝以上 这台就搭载了一台1.6T的发动机 它最大马力177匹 它甚至比纳杰大7SUV的马力还要少一匹 刚开始接上这个车的时候 我甚至以为它的动力会很差 但实际上它的动力响应真的非常的不错 应付绝大多数的日常供况是绝对OK 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呢 当你把速度开起来了之后 它的底盘又会开始抖了 让你的驾驶盘就会这样 所以现在你真的 除了这个背景预业之外 你的底盘也不容许你进行任何的试驾解说 那么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先把它开到修理厂 修好了之后 再给大家接行试驾 我们现在把这个翼虎伸上架子之后 发现它之所以底盘会出现剧烈抖动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轮胎它出现了偏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胎啊 它的内侧已经磨脱了皮了 已经磨光了 但是它的外侧呢 齿轮依旧非常的深 非常的明显 这种一边磨光了 一边的又非常深的这种现象呢 就叫做偏磨 然后说俗一点 就是叫做啃胎 给大家很形象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啃胎 汽车啊 它原来的这个轮胎的几何设定 其实是有点外八字的 而不是正正规规站着 它是有点外八字的 但是这个车啊 它的啃胎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变成了内八字 里面磨损很严重 外面是悬空的啊 就是这样走动的 那么这种现象 它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四轮定位啊 以及它的一些动平衡 以及它的一些 皇下的这个悬架的几何参数 可能没设定对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不是很大啊 只需要把它的这个轮胎 重新换一趟 然后再把它的四轮定位 做了就OK了 这个事情提醒大家 就是在买二车的时候 就不要理想主义 也不要过于的这个 有一种受迫害妄想症 比如说你就 去淘这台义虎一样 你如果开这车 抖成什么样 你就觉得这个车 怎么着怎么着了 但其实问题很简单 就做个四轮定位 换一条新轮胎 问题就解决了 昨天晚上 我们连夜把这个车 送到了五方天啊 七位城 现在这个车的音响呢 已经完全修好了 大家记不记得 刚开始来的时候 这个车的音响 音量键是没法放小的 现在呢 可以自由的放大放小 而且还可以切割 所以说它的这个音响呢 现在已经完全解决好了 那么 这次音响出问题的点 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我手上有两个 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这边这个呢 是一个八角的芯片 这边这个呢 是一个四十八角的芯片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里面的这个导航 储存信息的一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坏了 然后导致它整个的 这一套的这个音响 它的控制键也是零了 然后各种的按键都不行了 这两个东西换了呢 整个就花了八百块钱 然后现在整个东西都换好了之后 这个东西就已经完全的OK了 但是这一次 这个音响不得不说 这个锅不应该由原厂和福特去背 因为这个车在原厂出厂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不带这整个的 这个大屏的这个系统的 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屏幕 然后这个大屏是车主自己后家的 应该目测应该是在契配城后家的 所以这套系统出问题呢 是契配城后家的这套系统出问题 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福特去背 那么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去买二车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你买到的车 它有时候电子系统会出一系列的故障 但其实这个故障 不是因为原厂的东西引起的 而是因为后期 比如说改装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加装了很多的这个线路啊什么的 就会容易导致这方面的问题出现 所以大家在后期加装这种电子系统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那种相对比较正规和 做工比较好的那种店去操作这些东西 不然的话它日常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 另外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 在买二车的时候 在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用惊慌 就是作为一台二车来说 它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 其实看着它好像有很大的问题 但其实解决起来成本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二来就是它问题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玩二车这么多年啊 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我去买二车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一台车 各种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一点小毛病都没有 其实有时候我的内心会反而会有一点点的遗憾 就是像我们这种经常玩二车 天天跟二车打交道的人 可能买二车的时候 享受的不是那个最终的买二车的成功的那个结果 而是在这个买二车的过程当中 一个一个去把它的那种小问题都解决掉 会更享受这种把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掉的那种过程 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变态 反正我目前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刚才我们从契培城里面已经出来了 换了新轮胎 然后做了四轮定位 还把这个导航给修好了 换完了之后我就感觉 哇塞 整个车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不会再有那种 这个车整个的那种质感特别差那种感觉 有可能就是因为心理作用 但是这个轮胎给你带来的这个 整个你对于底盘的这个提升 绝对不是说仅仅只有心理感觉 绝对还是有实质作用的 然后刚才我们做了四轮定位 做完了四轮定位之后呢 这个车开起来底盘就再也不抖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车的油耗 我们呢 在之前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车做了小级里程的统计了 然后现在这个车 跑了303.3公里 但是这个油现在已经跑到底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 它到底能加多少油 然后加完了油之后 除以这个公里数 就是这个车 在城区里面的这个综合的油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已经开始超过一块钱一公里了 OK 325 326吧 加多少 326吧 这车刚才跑了303.3公里 然后现在加了326块 也就是说 现在都不用计算了 这个车在城区里面的油耗 已经超过一块钱一公里了 剩下的这个具体是多少钱呢 一会儿我们再计算 刚才我们小级里程跑了303.3 还是303.4公里 然后加油一共是加了326块钱 那么折扣算下来呢 就是差不多1块07分一公里 我们刚才细致的算了一下 在这个里程跑出来的这个油耗数来说 它就是差不多是14.2升每百公里 这个油耗水平对于一台1.6T的机器来说 当然是一个相当恐怖的一个油耗数字了 虽然我们这几天啊 开这个车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面走 然后也没怎么跑高速 完了也有带速的工况 完了基本上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短的距离的这种路况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14.2升的每百公里油耗 依然还是偏高 并且说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个福特的这个小级里程 这个小表里边啊 它里边有一个综合油耗的一个表显数字 这个数字上面却只显示它当前的油耗是9.2升 但是我们实际测出来的油耗呢 是14.2升 这中间相差了5升 所以这个表头真的你就只能做一下参考 而至于福特为什么把这个表头做成这样 就是它测出来的这个油耗数字跟实际的这个油耗完全不大边 这个我就没法解释了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OK又到了该给一虎下结论的时候了 这个车呢是一个优缺点都非常明显的车 首先它的缺点发动机的这个油耗相对比较高 然后呢它有着这个断轴的这个丑闻 然后呢它的身上的小毛病呢也不少 但是呢它的优点呢也并不是没有 比如说这个发动机它虽然说油耗相对高了点 但是实际上它的耐用性和它的持久性 包括它的这个变速箱 它的整个的稳定性都相当好 因为这台一虎呢 它用的不是那个福特上面那个臭名昭著的双离合变速箱 而是用的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所以我们这一次必须得感谢福特的这个保守 因为如果这台一虎用的也是双离合变速箱的话 那它就不仅仅只有底盘有这个丑闻了 它的变速箱也会有丑闻 它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都是同一个原因 因为它的底盘传出了断轴的丑闻 所以它的价格变得巨便宜 市场的行情保值率 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欢迎度 都变得史无前例的低 而且它的价格也变得巨低 但是相应的 它的这个受欢迎度 以及它售卖的周期呢 就会变得比较惨 你问我推不推荐大家买这款车呢 我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的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 虽然这个一虎有断轴的丑闻 但是他能接受 对吧 因为确实不是每台一虎都一定会断轴 但是有的人呢 他心里会想啊 这个车都有断轴的丑闻了 而且它断轴也不是什么小事 对吧 万一你说走的路上 啪一下给断了 出点什么事 把人给弄伤了 这个怎么办啊 对吧 不能为了省那么点钱 而去买这么一摊 有缺陷的产品 那么 人跟人的想法 就会呈现本质上的差别和不一样 所以没法给大家说 推荐不推荐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我自己是打死 不会再收一虎了 因为这个车实在是太难卖了 我收来这个车 整整卖了三个月 最后一分钱都没赚到 原价出手 所以我此时此刻 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慨 说实话 福特这个品牌 我个人其实真的并不排斥 反而还会有一点点的喜欢 因为研究过这个汽车史的人 就会知道 真正的汽车大规模的开始量产 必须要感谢福特这个品牌 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时候吧 福特开始率先推出来 这个流水线生产的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推出了T型车 总共他们的销量 一共卖了一千五百多万台 他们用标准化的流程和零部件 制造出了相当廉价 然后还算是比较可靠的 一个福特T型车 然后让汽车真真正正的 走进了千家万户 所以我曾经其实一度觉得 就是大家黑一个汽车品牌 或者黑一个汽车车型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黑福特 但是后来我觉得 你不能黑福特 是不能黑它的T型车 它旗下其他的车呢 你真的随便黑 因为福特现在 它实在是太不作为了 好好的一个百年品牌 要技术有技术 要人气有人气 要底蕴有底蕴 要故事还有故事 但是最后居然沦落成为了 要去跟法国车还有韩国车 去竞争二线市场份额的 这么一个近况 说实话除了自甘堕落 不求上进和不作为之外 我实在是找不出 其他的更适合形容 福特现在目前的 这个近况的词汇 说实话 我是希望福特 能拿出强有力的行动 推出强有力的产品 然后扭转一下 大家对它的一些偏见 和目前市场上面的 福特品牌的颓势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 肆无忌惮地 收福特品牌旗下的二手车 而再也不用担心 这个车会压在手里面 压几个月卖不出去 那么OK 本期的唐主聊车 只一虎片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回再聊 拜拜